我刚听我们那导演说 你来之前还在练那绕口令呢 是吗 上次见着姐姐还不会呢 没有 上次没有 现在会说绕口令了 你来一段 出南门 笨正南 有个面铺面向南 面铺门口挂了个蓝布棉门帘 摘了蓝布棉门帘 面铺还是面向南 挂上蓝布棉门帘 瞧了瞧 面铺还是面向南 她都是大学生现在 是吧 是 学的什么专业 形象设计 这个适合 对你有用 对 太适合我们了 形象设计 好 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一位 穿越过来的古代美女 我们要考考你这个大学生 你学形象设计的 看看对这个古代的服饰 是不是很了解 来 有请 你看看她这个服饰 这个比较粉色的呢 是过去在宫里边 没有出嫁的小姑娘穿的 是宫女 还是公主 还是格子 小格格 小格格 那她为什么穿运动鞋呀 对 这我也发现了 这不对呀 这里边 牛仔裤 下身 运动鞋 这跟这身完全不协调嘛 应该最准确的呢 穿这身底下应该配一双 甄嬛他们那样的花盆底 还缺什么呢 缺什么呀 缺护甲 缺龙滑 缺花盆底 好了 谢谢 谢谢 大珍珠特开心 我觉得你上来 我们这现场 你看 欢声笑语的 你觉得爸爸 父王 在你心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形象各方面比较帅 都好 完美是吗 对 完美 我觉得爸爸那么疼爱你 那么喜欢你 就是未来 如果爸爸有一天老了 你会不会像他 对你这样 也会 他不是比较喜欢 打高尔夫吗 等他老了 我就开着车 也带他去打高尔夫呗 哦 真好 大珍珠 你以后想成为什么人呢 导演 导演 导什么戏 对 历史戏吗 历史方面的 我要求参演行吗 行 你看我适合演什么呀 对对对 格格 我要演格格 我不愿意演皇后 那年纪都特别大 皇后也有年轻的呀 秦勇演什么 皇上啊 哎呀我演皇后 那你妈怎么办 对你妈肯定不同意 演妃子呗 哎呦 这么会儿降格了 弄成妃子 我压力得多大呀 他说你演妃子 我演妃子 人正宫已经有了 要不然我压力太大了 刚刚你爸爸说了 希望你将来找一好媳妇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因为二十岁了 咱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还不着急呢 有着急着呢 着急着呢 你爸挺着急的 你说啊 他着急他急呗 反正我是不着急 当然我跟你说 你爸还是有点着急 你也长点心 把这事放在这个 意识日程上知道吗 我现在还不急 十九 我还急什么呢 等回头再说吧 行 反正我们挺着急的 我们这事放在心上了 周伯伯 您别着急了 人家有自己的 年轻有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爸爸跟你一块 写了一首歌 什么歌啊 一起长大 你喜欢吗 喜欢 那你今儿要在现场 给大家唱唱 给我们唱一下 唱一下 行 来 掌声 看不到你 真是只能 一股一股 有啥子去 就有可能 他住一遍天地 哦 只能我们永远相遇 我就不会把你放弃 你是我 我 是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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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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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